和老公裸辞带猫房车旅行的这一年 2月辞职搬家 一起离开了广州 3月提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 我们叫他3127 他诞生在Simon 31岁 我27岁的时候 4月带上四个小宝贝 从重庆出发 房车还在中国正式开始 5月在张家界遇到了特大暴雨 小房车经受住了雷电交加的打击 6月在若尔盖和青海 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双彩虹 7月到了冷乎火星一地 在中国最干燥的地方 吹着空调吃着雪糕 8月在新疆洽西森林 小朋友开心地跑了一整周 9月在冬黄的沙漠里 猫猫们充满了问号 10月在海螺沟走错了路 那里的悬崖峭壁 让我现在想到就腿软 11月遇上陌生却暖心的莫名 和准备七次进账的弟弟 12月在香格里拉看了场大雪 南方猫咪完成了踏雪初体验 10个月房车旅行 花掉了几年的积蓄 但我们却拥有了过去二十几年 不曾有过的精彩 我们就来这一趟 一定要热烈 而又自在地活着 啊 林安 我们来了 好呀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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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